台中有一所综合高中的学生上个月学校举行了电脑禀级的装修模拟考 结果导师就留下了学科不及格的学生来克服 不过这个老师还大骂学生说背都背不起来你要当什么人 甚至还出言叫学生去死 学生觉得老师言语暴力 而校方现在将老师送教评会成处 学校放寒假前举行电脑禀级装修模拟考 传出老师言语暴力 一般50多人有将近20人不及格 班导师留下了学生克服气急败坏 大骂学生连给提库都背不起来你要当什么人 还扬言要打学生的屁股会越打越兴奋 甚至叫学生去死吧 老师气得情绪失控 学生认为老师是言语暴力 校方指出班导师在校任职六年 教学认真求好心切实言 虽然说他利益良善 是为了孩子也全程在陪着他们 在那边一起督导他们 在指导他们 在教他们 但是毕竟讲话错了就是错了 老师送教评会成处 校方也将对该班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